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周杰伦的新歌 那么今天在说这首歌曲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事 我最近刚刚录制了一个 关于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系列课程 散落在那个街头 那些怀念还有多少人在执着不朽 那些曾经感动的旋律还有谁在死守 这个课程现在是发布在Finger这个平台上 如果大家对流行音乐的历史有兴趣的 可以去这个平台上进行购买 那么这个课程是刚刚上线 目前好像是处于一个优惠期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好 广告做完了 下面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周杰伦的新歌 Moshito 这个应该是念Moshito是吧 这个Moshito是西班牙语 应该是 这种歌曲呢 听完以后让大家听得非常的开心啊 非常的甜美 很甜蜜的一首情歌 但是呢他用那种很动感的 就是那种热带风情 古巴音乐 来做到这么一首歌曲 我们不能说他有多大的创新吧 因为这种音乐呢 在西方非常多 就是在欧美的歌手里面 在拉丁歌手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音乐风格 但是呢对于我们华语歌手 我们的中国听众来讲 这种风格呢还是比较新鲜的 就是比较地道的 纯正的这种古巴音乐 大家之前听的并不是特别多 拉丁音乐呢 之前周杰伦我记得好像 迷迭香 好像是一首 其他的我不知道他还做没做过啊 但是这首歌曲呢就来了 古巴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周杰伦这首 Moshito 以及古巴音乐 那么从演唱上来讲 周杰伦的演唱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多可以分析的 依然是一贯的周氏风格 拉丁的那种热带风情 带上那种周氏的嘻哈 非常的轻松 那么一首歌曲 那么首先我们要来说一下 像这样的一种拉丁歌曲 我们听他唱好像很随意 很轻松唱出来啊 但实际上 在这样的一种拉丁节奏的背景下 对于歌手的演唱 实际上是要求你的那种 节奏性 是要有很强的那种颗粒感 我之前在我的那个书里面 我好几次提到过 就拉丁节奏的特点 就是颗粒感非常强 就他都是短的啊 很断的那种感觉 你不能很连贯的去唱 因为他的音乐一直是跳跃性的啊 那种动感非常强的啊 如果说人家的音乐都是在那动啊 很活跃很跳跃的在动啊 你拖了一个长音啊 大旋律的在那唱 那跟音乐就违背了啊 所以说你也得很颗粒感的 哎跳起来 很轻松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周杰伦这方面 就是对风格的驾驭 那就是没得说了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想说一说这个MV啊 看了这个MV以后呢 大家是不是想去一下古巴啊 我也其实特别想去古巴 古巴呢是我特别神往的一个地方啊 对于加勒比的音乐 我其实是很想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古巴 一个是亚美加 加美加 但是很遗憾啊 到目前为止也还没去成 我们从这个MV里面看到 其实呢这个MV把古巴拍的变漂亮了 应该是啊 但实际上古巴应该很多街道是非常破旧的啊 就是很老的那种感觉 很老旧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呢 它调色一调出来 哎 那感觉像电影一样 非常好看啊 虽然老老的旧旧的哎 非常有另外的一种抑郁风情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满大街都是那种老爷车啊 古巴的这个车它肯定是没法跟我们中国比是吧 他这个车就一看啊 他还是很破旧的啊 这不是说他要还原到哪个时代啊 古巴现在基本上也还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呢我们又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非常朴实的 哎 弹吉他的那个古巴老头 人家抱着一把吉他特别汉厚特别朴实的啊 在那弹琴 啊 就是说对于古巴人来讲啊 弹吉他呀 玩音乐啊 尤其他们的节奏打击乐 啊 真是特别丰富 就古巴呢 弹吉他的人 街头的那种吉他乐手啊 那些打击乐手啊 那些什么打邦哥 打那个康家那些 就跟我们中国啊 街头随便找一个人来拉尔湖 那感觉一样的 啊 就古巴的音乐特别丰富 尤其是打击乐 那么实际上这个歌曲的配器呢 大家看到画面里面的啊 那只是一部分了 大家可以听到这里面的管乐非常的浓 啊 因为古巴音乐 铜管乐是用的非常多的 啊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里面用到的乐器啊 有 啊 我们先来说这个画面中出现的乐器吧 啊 这里面呢 有那个帮狗啊 就是那个小手鼓 啊 帮过旁边呢 有一个那个 像一个小盒子一样 铁盒一样 那个叫牛铃 登登啊 牛铃啊 然后呢 大家听到了小号 啊 但实际上 这里面音乐里面 小号 长号 铜管乐非常丰富啊 不仅仅是一个小号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吉他啊 吉他啊 这里面用的是这个西班牙吉他啊 西班牙吉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古典吉他了啊 就是尼龙弦的啊 就我后面这一把小吉他啊 就是尼龙弦的啊 还有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double bass啊 另外呢 大家也看到了啊 手里拿两个 就是那个沙锤 沙锤也是这个在古巴音乐里面 在拉丁音乐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啊 打击乐 那么这种歌曲呢 就是从他的音乐风格上讲啊 因为古巴音乐啊 他的节奏是非常丰富 古巴被称为是拉丁节奏的宝库啊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复杂的那种节奏型 说实话我也分不清 就是很多可能学打吉乐的人啊 打鼓的或者打手鼓的打吉乐的人 他们会比较清楚 那么这种歌曲里面呢 他实际上我听着感觉啊 我感觉这种歌曲有点像blello 因为这个呢 我是仅凭我的一个感性的判断啊 因为我之前听过很多的古巴音乐 然后呢 我感觉这个跟blello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呢 同时我从这个歌曲里面 又听到了伦巴的节奏 伦巴的节奏 还是比较明显的 伦巴的节奏型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我们可以停一下啊 再一个听 好像是 这个是伦巴的节奏 就是这么套 应该是能套进去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 因为这个方面呢 我真的不是专家 这个呢 我只能是凭我的感性啊 来做判断了 我感觉这个歌的基调呢 是blello 然后呢 有伦巴的这个节奏 在里面 好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听啊 这个节奏好像一直是在持续 我感觉好像应该是伦巴 那么我们聊到了这个古巴的节奏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伦巴 还有像这个 还有像这个恰恰 Mambo 还有Salsa 还有呢 像哈巴尼拉 哈巴尼拉舞 什么瓜西拉 Glaja Dance Song Song 太多太多了 这些名字我都听过 但是呢 风格到底直接有什么区别 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是听着感觉古巴一跃都差不多那种感觉 但是呢 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从配乐上来讲 就是打击乐跟铜管乐用的特别多 当然了 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吉他 西班牙吉他 那么正好趁这个歌曲的机会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古巴的音乐 或者是拉丁音乐 因为古巴呢 是拉丁音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呢 古巴音乐 曾经对美国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知道 美国跟古巴的距离其实很近 如果从美国的南部 如果说要从曼阿密 美国的曼阿密 坐飞机到古巴的话 应该很近 所以说 古巴跟美国 南部 很多广播电台 都是相互都能收到的 所以当年 节奏布鲁斯 出现的时候 黑人的那种音乐 影响了古巴 然后古巴的这些 丰富的节奏 同时也影响了美国的音乐 实际上后来我们听到很多 像伦巴 恰恰 恰恰 Salsa Mambo 这些音乐 在欧美 在美国的音乐里面用的非常多 实际上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音乐上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古巴的音乐为什么会那么丰富呢 是因为古巴它的这个文化背景非常多元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丁音乐 它有好几种文化集合在一起的 你在美国 大家知道主要是黑人文化跟白人文化 但是呢 拉丁音乐 它有三种根基 第一个就是印第安的音乐 印第安文化 因为印第安是这个拉丁美洲的原住民 然后呢 后来 欧洲殖民者把这个黑奴 黑人运到了这块土地上 所以说进来了这个黑人文化 但是呢 在同时殖民的过程中 这个殖民文化 就是伊比利亚这个文化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跟葡萄牙 殖民了整个拉丁美洲 所以你看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 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除了巴西好像是讲葡萄牙语 然后呢 像古巴呀 其他好多的地方都是讲西班牙语的 西班牙语是非常大的一个语系 很多人说西班牙语 所以说你看这个歌名 Moshito 就是一个西班牙语 它好像翻过来是鸡尾酒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古巴曾经又被美国占领过 所以说它在音乐的文化上 你看 就是有印第安的 有非洲的 有欧洲的 来自西班牙的 你看像什么西班牙吉他 那都是西班牙传来的 同时呢 还有来自美国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音乐里面 可以看到多元的这样的文化的一个 凝结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听到古巴的音乐 或者是巴西的音乐 或者是像亚买加的雷鬼乐 其实它们都是多元文化的一种结合 但是呢 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地域 就出于这个热带地区 就是把多元的文化 凝结成这样的一种热带风情 所以说我们一听这个古巴音乐 它就非常有动感 很多人可能会问 这古巴音乐 为什么总是那么的热烈 那么的热情 因为呢 它这个地处 这个热带地区 你说热带地区的人 总是比较躁动嘛 是不是 像古巴呀 像这个亚买加呀 这种音乐就非常的热烈 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地域文化背景 都是有关系的 我在刚刚研究流行音乐的时候 我经常去买那个打口碟嘛 我经常看到 好多这个拉丁音乐的唱片封面上 都是这个穿着泳装的这个女郎 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啊 我说怎么拉丁音乐都这么穿呢 后来慢慢慢慢的了解了 这个文化背景以后 就知道了 你说天那么热 他不可能穿个毛衣 是吧 他只能穿着那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地域文化 所决定的 地域文化决定了 它的穿着服饰文化 同样也决定了 它的音乐的这种文化 所以说不同地区 音乐啊 人文啊 风俗啊 它的这种行程 都是跟它地域的这种背景 跟它的根基 跟它的文化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这周杰伦 把这样的一首古巴风情的歌曲 带给我们的华语听众 因为他来传播一下这样的音乐 对大家来说 接受起来呢 就会比较容易 你一个小歌手 或者一般的歌手 你说我也弄一首古巴的音乐 我估计之前有很多人玩过 但是呢 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一个巨星 一个大腕 它要传播一种音乐 来提高大家对音乐的 这样的一种审美视野的扩大 我觉得是非常有好处的 虽然这首歌曲并没有说太初心 太有创造性的东西 就是安不就班的把这个古巴的一种 传统的音乐风格搬过来 但是呢 套上了中文歌词 套上了中国的这个语言 它就变成了一种新的一个东西出现了 就是一种新的化学反应 出来了一种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吧 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首 《莫西托》这首歌曲里面 尽情的去感受一下 古巴的热带风情 好 今天这首歌曲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